特朗普以压倒性的优势重返白宫 虽然中国立即表示愿意在相互中正基础上与美国展开合作 但美国新政府鹰派色彩明显的内阁已经成型 而且已经示范出有必要在所有安全和经济领域与中国对抗的信息 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双面关系美中关系未来发展成了特朗普新政府的最大悬疑之一 特朗普当选组建对华鹰派集结的新内阁是否预示着美中关系三与于来 为何有看法认为特朗普的胜利对中国来说不一定是坏事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 第一位嘉宾是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 中国项目主任孙英 孙英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 第二位嘉宾是法律学者独立私评人于平博士 于平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 孙英女士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呢 首先就交给孙英女士 您呢在美国之音上面有一篇你的专栏文章 讨论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这个美中关系问题 那么呢 从我们现在已知的这个信息来看 那主要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一些言论 以及他的一些内阁成员或者资装团队这些人的言论等等啊 来判断就是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讨论特朗普团队呢 他的中国议题呢 有不有一个很明确的或者具体的目标了 我觉得应该可以看到一些目标的这样的痕迹 那么首先一点我们知道说特朗普他对华政策也好 或者说他总体的外交政策也好 更多的是以这个更为公平 对于美国来说更为公平的贸易政策 或者说贸易实践为主的 那么昨天特朗普已经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宣布 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所有出口这个美国的产品 征收25%的关税 以及对中国所有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10%的关税 那么就这样一个宣布的内容来看 他基本上在首先的议题上面来讲 还是以这个贸易的公平性为最高要务 那么如果这个是对华政策的最高要务的话 我们知道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 特朗普第一任期曾经是从 同中国达成过一个就是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那么在后来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原因 也因为后来政府换届的原因 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实际上是没有得到双方的这个执行 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特朗普在团队中间 也有很多不满的声音 就是说在2020年同中国达成的这个贸易协议 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执行 那么中国现在如何来接招 如何来回应这样的一种低频 那么现在都是接下来大家拭目以待的一个情况 谢谢 我也看到您在文章里谈 就是说特朗普目前对华一层最为鲜明的 仍然是贸易和关税政策 那么您刚才把他强调就是公平贸易政策 但是我看到了有一种观点 我想追问这个孙英女士 就是中国的一个著名学者石英宏 这是台湾的天下杂志 这个对他的一个反谈应该是 他说这个石英宏 他说他们那边叫川普团队 持爆颠覆中国政策目标 将将两国的意识形态对抗的更加剧烈 那么这个颠覆中国政府和意识形态对立这两方面 是不是特朗普政府的中国议题上面的目标呢 我觉得这个你要看说 这是特朗普团队里面的哪一派的人物 因为鹰派和鹰派也是各不相同的 比如说有这个强调对华竞争的这个鹰派 那他们主要强调的是要对中国进行这种 我们说deterrence 也就是这个就是威慑的这样的一种战略 通过增加美国的国防支出 然后通过增强美国的这样的安全投送能力 那么来威慑中国不要在国际关系中间 比如说对台湾提出重大的挑战 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间 尤其是从我们说这个2018年10月份开始 也就是从这个副总统当时彭斯他宣布 就是同中国的这种新冷战 把这个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 提出来作为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 那么后来这个政策是得到了特朗普团队 就是第一任期团队的一个非常小量的一个呼应 那不论是这个当时的我们说他的国务卿蓬佩奥 还是说当时的这个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也就是这个Matt Pottinger 他们都是把这个中国的政权 同中国的国家以及中国人民只有一个区分 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 这三个人其实都不在 都不在特朗普目前的国家安全的核心团队里面 不论是这个彭斯也好 还是蓬佩奥甚至包括这个波廷杰 特朗普甚至曾经公开宣布 就是这个蓬佩奥呢 不会出现在我的第二任期的这个内阁中间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说 现在特朗普现在对华政策的主要的这个推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有就是当然大家说的比较多的 现在是国务卿卢比奥这个人 那么大家一提起卢比奥 因为大家知道他是这个古巴的后裔 就是古巴难民从从古巴共产党 共产主义政权就是逃到美国的 这样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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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民的 这样的一个家庭出身 那么大家会很自然的把这个卢比奥联想成为 他一定是反共的 他一定是反对中共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法似乎比较笼统 因为你要是看过去卢比奥他的一个 他不论是他的立法也好 还是他的就是他的这种政治生平也好 其实批评中共的不在少数 但是你要是看他最更 就是更为重点的一些一些议题 其实是在于就是如何更能综合性的 同中国进行竞争 以及综合的去理解和判断 中国对这个全球经济 以及对全球秩序的这样一个一个挑战 所以我我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啊 还不能够把卢比奥完全都归为 就是这个政权更迭的这个这一派 当然未来会不会我们要拭目以待 那么其他的我们说现在看到这个 在特朗普的政权里面 大家之前一直就是拭目以待的 就是看这个莱特希泽会不会成为 美国的贸易代表 甚至会不会成为美国的这个 这个财政部的部长 那么大家知道说在这个贸易上面 他对于中国来说应该说是最最为强硬的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到莱特希泽能够入阁 商务部长跟财政部长其实都选择了 其实都选择了别人 而且在特朗普目前的团队中间 我们看到说其实也有一些 就是特朗普精选期间 我们说他来自硅谷的重大金主 就是像马斯克呀 也包括像苏世民这样的一些一些人物 那么他们同中国的经济联系 同中国的商业联系 甚至同中国政界高层的这个这个联系 其实都是很密切的 也就是说从特朗普目前 他的这个团队的一个判断来说 我们说其他的团队里面 还是有不同的色彩 以及不同的一些政治立场的人来存在 那么这些政治立场最后能够 他们在激烈竞争之后 那么谁能够最后能够胜出 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 对华政策最主流的声音 现在我认为说起来还是言之过早的 谢谢 好 我一会要问苏与女士 这个川普的或者特朗普的团队里面的派系的问题 因为涉及到他的团队的中国政策的往下的推进的问题 那么余平博士让他等着 我要问余平博士两个问题 余平博士 我想请问你怎么看特朗普团队的中国议题 他设定的目标 刚才我们设定的目标谈到了公平的贸易 谈到了颠覆中国政权 这两大问题 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同意孙女士刚刚最后说的 现在谈这个到底川普对华政策的一个主轴还为时过早 因为他的第一任已经给我们显示出 在他的对华决策 甚至对重大问题的所有的决策 都是有两条主线 一条主线就是他自己比较符合商人性格的 以经济路线为主的那条线 还有一条线就是他的团队 他的团队和他在处理中国问题 或处理其他的国际问题上面有一个重大的不同 因为他的团队里面对中国或者对国际问题 包括对俄罗斯 对欧战争是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的 因为这也是符合美国目前 就是民主共和两党对中国的那样的一个意识形态 这一点是他团队运作的一个基本的 我觉得基调 第一任也是这样的 刚刚是你是提到了 蓬佩奥还有那个Pence 以及博明就是那个Matt Pattinger 他们都是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非常重的一个痕迹 他们把中美的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也好 或者是相互敌对关系 定义为成是一个是一个长期的 是一个跟意识形态关系 非常密切的这样的一种竞争关系 所以我觉得他你要以这两条主线来看 最后到底川普或者特朗普政府最后对华政策的一个主线是什么 是取决于这两条线之间的互动 因为对川普来讲 他的基本思想是美国第一 也就是以国内政治 国内这个问题为他的主要的这个执政的一个理念 他对国际问题的这个处理并不是特别的像 像那个拜登那样是特别主张是在国际上要有营造一个大联盟 他的主张是美国第一也就是国内优先 那么所以呢一般两条主线 他的政策形成中间两条主线和他的这个总体的目标 是国内优先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呢 那么很可能川普在对待跟华对华问题 或者对这个国际问题呢 他不会那么强势主导 但是国内议题他一定是强势主导 刚刚说你是提到 就是昨天刚刚宣布的对这个墨西哥也好 对加拿大已经25%的关税 以及对中国他意思是加增10% 并不是说对只增10% 因为他谈这个问题主要是对这几个国家 给美国就是因为贸易问题 给美国带来的那些关于药物 这个方面的滥用呢 带来的影响 他说我给加税就是让这些国家配合美国 对这个芬太尼亚这些药物的进口滥用 要进行这个限制 所以他在中国这个计算如果加10%的话 那也可能就是过去他承诺的那个60% 计算再加10% 那么这有可能是70%也可能是76% 因为看到以什么基数为主 如果是60%的整体计算的话 那就是76% 对中国的总体的关税会加到76% 那么如果说是简单的 一加的话那就是70% 无论是哪个数字对中美的这个贸易 这个关系是一个绝大破坏性的作用 那么这个破坏 指于会议形成跟他的团队的另外一条主线 说意识形态有什么样的一个交集 那就很难说 因为中国的反应会决定 他是不是要跟他的这个 意识形态的这些团队的这些主张 会比较合体 或者是说呢 他完全自己只管他的经济 把意识形态问题交给他的团队 这都是我们有点观察的这个部分 好 那个余平博士呢 区分了特朗普本人的 这个经济路线 和他的团队的 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路线 这个比较有意思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来请问孙玉女士 您在美国之音的这篇文章呢 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分 我认为是你把这个特朗普的 这个鹰派团队呢 你做了一个进一步的画风 那么你分成对华竞争派 政权更迭派 再加上竞争管理派 那么等于是 特朗普的鹰派团队里面呢 又有这么三个小帮派在这里面 那么我们都知道 上一任这个特朗普的 他的这个和团队之间呢 就有一个不团结 不稳定 变化很大 那么这一次呢 他在组建型团队的时候呢 很多人说他强调忠诚 那么特朗普和他的这一届团队的这个关系 是不是能够保证去实现 中国议题上的这个目标 这是人们非常关心的 如果是他本人有一个路线 他的团队有一个路线 另外再加上他的团队本身又是帮派林立 那么最后他的中国议题的目标 会不会实现呢 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 我想请苏英女士回答一下 对 感谢主持人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就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 确实是在他的团队中间 有对话的不同的声音 当然最后是同意到一个对话强硬的声音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以后 那么包括我们知道说 是在2019年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中美之间进行贸易谈判的 这个过程中间 中间是在比如说台湾问题上也好 在南海问题上也好 是出现了很多的这样的 就是我们认为说 就是怎么讲 应该说同特朗普想要对华 达成贸易协议这样一个大方向 并不是很和谐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那么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看到在蓬佩奥 比如说他在国务院执行 一系列的我们说在台湾问题上 在让中国大陆非常不舒适的 一些政策的时候 那么特朗普实际上在中间 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实际上 他本人是没有宣布过 或者说在公开场合宣布 自己支持台湾独立也好 或者说支持台湾民主也好 他本人是没有发表过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立场的 那么有一种比较明确的 大家的一个判断 就是实际上特朗普他对华执行的 仍然是一个极限施压的政策 就是通过极限施压 而且是不同角度 不同议题上对华的极限施压 最终迫使中国能够接受一个 对美国最有利的贸易谈判的结果 那么也就是说 即使在2018年 这个政策更迭的声音也好 还是说在2019年 这个美国的不同的部委 或者说国家的部门 在支持台湾也好 支持南海也好 那么这些政策的一些 我们看到比较激进的政策 最终的目的对于特朗普来说 大家认为说 这是他极限施压的一个部分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迫使中国 在贸易谈判中间 做出最大的让步 那么这个也是特朗普 他在他自己这个谈判的艺术 这本书中间 一直所强调的一个观点 就是你在同对方进行谈判之前 首先要把对方逼到墙角 然后再不断地增加 对对方的这个谈判的压力 迫使对方能够接受 最大程度的一个让步 那么我们不知道 说在第二任期中间 他是不是仍然会执行 这样一个策略 但是就特朗普 他这个一个商人的本色 或者说一个商人的这样的背景 而且对于谈判的这个艺术 我们看到 其实在很多议题上 哪怕是在第一任期 他的这个朝鲜议题上面 实际上执行的也是一个 就是极限施压 最后迫使对方 做出最大让步 那么我们知道 朝鲜最后是没有做出 这个最大让步 所以美朝在特朗普第一任期 是没有能够达成任何协议 但是在第二任期中间 我认为仍然有比较大的可能 就是特朗普仍然会追求 这样一种极限施压 最终达到自己谈判结果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 当然您说到说 在他内部的这个派系 是比较多的 或者说不同的 这个我们说不同部门的领导人中间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 对华政策的优势 或者说对华政策的重点 这一点我认为跟特朗普 他的政策其实是并不矛盾的 特朗普他的目的最终 是为了能够达成 对华的最有力的一个谈判的结果 那么不论说他内部的派系 是多么山头林立 或者说不论在他的派系中间 有这个支持政权更远也好 或者说支持对华贸易竞争的也好 最终他们无非都会回到一个特朗普 最终想要看到的一个目的 也就是说对于特朗普来说 如果说从他谈判的艺术 这个角度来出发 这些对华施压的这种角度也好 或者说这些议题也好 最终都是他达成 对华最佳谈判结果的手段 而他们本身不是目的 因为说到这个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 现在在美国的政策界 也有很多的这种辩论 包括过去一年两年中间 有很多人都在辩论说 美国对华目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当然比较简单 或者说简单粗暴 直接明了的会说 那就是政权更迭 那就是推翻中国的这个政权 但是对于政策界来说 而不是这个意识形态 或者学术界来说 政策界一定要评估这种政策 首先它的可能性有多大 那么第二就是这个政策 带来的后果 或者说带来的代价对于美国来说有多高 把这两个议题 把这两个答案 通美国最高的国家利益 或者说美国政府 或者美国总统 现在认为最重要的国家议题来相比较 我认为大部分人最终还是要承认 美国要同中国共存 而且要同中国共存 或者说就是coexist 共同存在 要共同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美国到底是要对华采取一种竞争的战略呢 还是采取一种就是冷战期间 我们说这种政权更迭的这个战略呢 其实我们要看到说在冷战期间 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后 其实美苏之间 美国对苏联也是采取了一个长期共存的 这样的一个现实 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存在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 当然提这个政权更迭 我认为说它是最为最为简单的 也是最为直接的 但是从美国政策的它的优先事项 它的优先次序 以及美国国家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权衡来讲 我认为最后实际从中国共存 仍然是一个民主和共和两党都接受的一个共识 谢谢 那么如果呢 把这个极限施压 包括政治上的这种高压 都作为最终实现特朗普追求经济目标 也就是公平贸易的这个最后的结果的话呢 那么也许可能就是人们说的 特朗普这个人 这个更注重交易 而不是注重意识形态 那么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信息是呢 他的团队啊 宣称呢 有必要在所有的安全和经济领域跟中国对抗 后面还包括军事立场 贸易技术 间谍活动 人权 以及台湾等问题 所以说这个方面来看的就是说呢 就不仅仅是一个啊 只关注交易的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想问余平啊 余平博士就是说很多人对特朗普的批评啊 就是说他是个生意人啊 他不注重这个人权啊 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你现在啊 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还是回到他第一任的一些作为 以及他个人的所谓的事就是世界观呢 这个方面来看 他是一个商人 不错 大家都知道他会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 同时呢 他是以处理具体问题著称的这样的一个总统 不像美国的其他总统 可能考虑的长远利益 考虑的是全球利益 或者考虑的是美国这个联盟的利益 他在这方面考虑比较少 但是我也想回应一下 刚刚提到的那个所谓极限施压 这个极限施压呢 其实是一个商人在做一个具体的交易当中 他可以采取的策略 但是呢 大家知道国际关系的问题 特别像美国处以国际领导地位的 这样一个国家 在处理非常复杂的 这样涉及到多边关系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极限施压往往并不起到很大作用 刚刚我们大家有提到 他在对朝鲜问题上面 在对其实对俄罗斯问题上面 都没有取得他极限施压的这样一个目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比较明确的说 他对中国的极限施压也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他这一任再继续使用 他所谓的商人式的极限施压的话 我觉得很难 其实也很难预见 他能够达到他所预想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这样来回头来看 他的这个团队可能运作 以及民主共和量党 在中国问题上面的一次立场 可能对他所谓采用那些极限施压 以贸易 以这个经济利益为主的那个手段方面 就会有产生很大的一个局限 就会会限制他 我们就现在举例来说吧 就是刚刚大家都提到 像马克罗比奥这样的一个 现在已经马上变成国务卿的人 其实还处在中国政府的制裁名单上面 2020年的时候因为香港问题 美国制裁了中国的香港的那些政治人物以后 中国作为反制也制裁了美国国会议员 包括这个马克罗比奥都在内 那么这样的一种趋势 或者这样一种对抗 是一种意识形态为主的一种对抗 跟经济利益相对来说 比较远的关系的这种对抗 我想一定还会是一个主轴 即使不是一个所谓的就是唯一的主轴 它可能还会是一个主轴 我现在很非常相信 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现在很为难 马克罗比奥是不是能够访问中国 他作为国务卿跟中国发生关系 肯定要访问中国对不对 那访问中国你怎么样对待这个问题 肯定有很多记者会问这些问题 所以中美之间的关系 或者美中之间的关系 到了今天这一步 其实有个非常难解的问题 就是说原先是一个 比较相对简单的一个贸易问题 之所以堆积到今天 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 不是说一个人 或者像总统 或者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职库 或者是那些某个议员的想法 所决定的 而是这些年来堆积的问题所决定的 当然这个里面要回到 中国的国内政治发展的这样的进程 而中国的这个国内政治发展 又影响到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 影响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一些作为问题 包括中国这些年来 十多年来一直采取的一种 国际社会攻势的一种做法 包括军事上的 包括它在国际的所谓的叙述方面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意识形态问题 现在形成到今天 也不是特朗普自己可以决定说 我可以忽略他 用尽就底的代替这个意识形态的冲突 我想这个复杂的背景 其实让美国现在任何一个人做总统 他都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 这个面对这个现实 就是美国的民众 美国的议论 美国的政治界 虽然两党的分歧很大 而且大家在大选中 也攻击对方 弄得非常的不可开交 但是在对中国问题上高度一致 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 特朗普他会有他的个人的 总统的风格 以及他个人的形式风格 但是这些风格 一定会受到 我刚刚讲这个大环境的制约 所以我还是倾向于 不论他怎么样 用他的所谓极限施压方式 商人作风 或者跟外国领导人 去搞这种个人关系 他的团队 以及他的外部环境 会影响他做任何 对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决策 主持人 好 我们下面再把话题 带到下一个阶段 就是说 下面我要接着请问 孙英女士 前面我提到的 石英宏先生 他说 这个中美关系加达到 除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以外的 最坏的一个状态 那指的是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 但是同时呢 还有一种观点 就是外交家杂志上 有一个叫木冲三的 发了一篇文章 这个人是来自中国 他那个里面 就有一个小标题 就谈到了 特朗普的胜利呢 对中国来说呢 不一定是坏事 那么他主要是指的是 指的是呢 如果美国和盟友关系不好的话呢 他们联手遏制 中国肯定会变得更加困难 所以我想听听 孙玉女士的看法 究竟这个出美关系 特朗普上台意味着什么东西 你能评价一下吗 我觉得现在 其实大家主要在看的一个方向 是俄乌战争如何结束 那么俄乌战争如何结束 也就是特朗普 他会对俄罗斯 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其实对于您刚才所说的 这两个问题 都有非常大的这个 启示和意义 因为我们知道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 他曾经承诺说 在上任24小时之内 就可以结束 就可以结束这个俄乌战争 那么这个就引起了 大家很多疑问 就是你要以什么样的方式 结束战争呢 要以这种战场的方式 肯定不可能24小时就结束的呀 那唯一能够在24小时 就能够结束战争的 就是同俄罗斯做妥协 就是同俄罗斯达成一个 关于最后如何 就是让俄罗斯保有 已经占领的乌克兰领土的 这样的一个协议 那么我觉得从这一点上 其实是可以比较明确的 能够来判断一个特朗普 他的一个就是在刚才所说的 这种历史形态问题上 或者说在民主对于专制的 这样的一个斗争的问题上 最终他的甚至包括说 美国对于盟友的一个立场和态度 其实都会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回应 就是如果美国最终支持 同俄罗斯进行妥协 然后最后达成了一个乌克兰目前 不能够接受的协议 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的总统 斯兰斯基他是有很多次 在公开场合表示 就是乌克兰是不能够失去领土的 就是任何以乌克兰 失去领土的方式 来结束这场战争 对于乌克兰人民来说 都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乌克兰战争到目前为止 已经被就是在这个舆论中间 已经被塑造成了一场民主 针对专制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场战争 那么如果特朗普以一个妥协的方式 最终结束了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话 那我相信这个对于刚才 意识形态的这个问题 以及包括对于美国在盟友之间的 这个信用和领导力的问题 都会做出一个比较响亮的回应 欧洲国家 尤其是北约的盟国 对于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 是值批判意见的 因为欧洲处于这个 同俄罗斯对抗的前沿 如果美国愿意同俄罗斯 进行妥协的话 那么实际上是把欧洲的安全置于不顾 把欧洲作为一个放在 这个俄罗斯斗争的一个前沿阵地上面 那么美国实际上会起到一个 就是我们讲说釜底抽薪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这个无疑会对欧洲的形成 或者说加强它的战略自主性 哪怕是说加强欧洲国家 它的国防自主性 也就是欧洲国家对于北约的信任 对于北约 对于他们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保证 那么这些信心都会发生一个动摇 那么如果欧洲变得更加的独立 也就是说在它的外交和国防安全上面 更加追求一个独立于美国 独立于北约的这样的政策 这无疑是中国希望所看到的 因为中国所一直反对的就是 中国所说的这种同盟的战略 或者说是以安全同盟来保证国家安全 而不是以一种综合以及包容的方式 来保证国家安全 这个中国一直对北约的存在是有意义 或者说一直我们说在99年南联盟诈管事件以后 中国对北约始终是耿耿于怀的 那么现在涉及到这个美国同中国的 我们说的这个大国竞争中间 亚太的北约化 或者说是这个我们说印太的北约化 不论是北约现在把它的触角 就是放到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也好 还是说在北约 就是我们说现在东北亚 美国 日本 韩国 三国所形成的这种安全合作也好 对于中国来说 这个都是中国周边北约化的一个 很明显的迹象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 中国会想那我的周边北约化 那针对的这个目标是谁呢 那一定是中国 中国会有意或者无意地 把自己带入到俄罗斯目前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来 位置上来看待北约在欧洲的角色 以及现在在亚太地区 印太地区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 那么这个也是中国 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来促进 一直在促进欧洲的 我们说战略自主 这样的一个外交议题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穆春山先生这篇文章 也就是说中国也许不是最大输家 这个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论述 就是说特朗普在台上的话 一定会对美国的 因为他说是美国优先政策 那也就是说美国的盟友也好 盟国和友国都不是美国优先的 这个次序 那么在美国优先的政策之下 美国的全球的这种安全同盟体系 以及美国所领导 以及美国缔造领导 以及保证的一个国际秩序 那么会不断地受到 这个特朗普政策的 这样的一个牵蚀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认为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从中美关系的 这个大视角来看 这个一定不是中国 看特朗普对华政策 或者说特朗普外交政策 最重要的那个角度 因为最重要的角度 仍然是中美关系的角度 是特朗普的政策 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损失 以及对中国的国家利益 形成多大冲击的问题 谢谢 这个特朗普对中国的冲击 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话题 那么看看 那么观众的点评也来了 我念几个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位这个金陈泰 有意思 他说金灿荣 也说特朗普的胜利 后非坏事 这个特朗普的胜利 对中国未必是坏事 他的单边主义式的 美国难以有效的 整合盟友来对抗中国 这跟孟冲桑的观点是一致的 那么前面于斯朗说 特朗普可能关注任何事 他绝对不会关注中国的人权自由 这是我们上面提到的 那么关于这个特朗普 这个当选的对中国最终的这个影响 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话题讨论 我要请于平博士来回答 纽约时报在一个月以内发表了两篇文章 体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看法 那么一个是杜卢松 他承认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的高级副主任 现在是乔治顿大学助理教授 他说特朗普当选 只会让中国再次伟大 这是他的文章 另外一篇文章也是一位 这个前美国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官员 现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中国研究员 他说呢特朗普能帮美国战胜中国 你可以看见纽约时报发表了两篇完全观点 不一致的文章 那么于平博士 您最后给你两分钟 你怎么回应 这个正说明美国政策决策者的内部 关于怎么对中国就是进行交往 是发生不同的就是有分歧的这个具体表现 那么这两点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文章都有各有 他的这个可以观察到的一个部分 我是觉得都是有非常有意义的部分 一方面就是刚刚其实接着我们讨论的话题 特朗普当选以后 他的国际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作为 会不会影响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或者是领导力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 他如果是确实影响了 让美国的这个国际领导地位下降的话 当然他在对付中国的这个 这个所谓他的对手方面就会 他自己的这个力道也会下降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杜如松讲的让中国更伟大 可能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那么他主要是强调 特朗普是一个不具有团结各国 或者是对这个国际事务 有一些经验性的处置了这样的一种领导人 这个做法我觉得他讲到也是到位的 因为我们要看川普第二任 是不是吸取了第一任的教训 第一任他实际上是得罪了很多他的盟友 直到这个拜登上台又再把大家团结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一个他第一任的一个教训 第二点呢 说他具有那一种就是说呢 不畏就是说不计后果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也有可能让他对手感到畏惧 这种做法我刚刚也提到 有他有利的一面也有他不利的一面 因为他有利的一面就是说呢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家 他是有就是有这种完整思维的人的话呢 他会对后果要考量 如果他给别人感觉 他是一个不计后果的一个领导人 就是为了打这个贸易战 他比像他刚刚承诺的一样的 就是说我60%的税 70%的税 甚至76%的税 这种税务的做法 是不是直接在事实上让美国和中国 在经济上脱钩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当然也取决于中国的反应 如果中国的反应 现在看来中国可选择的 这个反应手段也不多 所以呢 也有可能初期一上台以后 他就任以后 马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会 打得非常剧烈 在这个剧烈的这个震荡的基础上面 是会形成什么的结果呢 是非常难预料的 但是呢 像刚刚讲的 Stignern他的讲法呢 就是说会对中国不利 但是他忽略了另外一点 对美国也有可能不利 所以呢 双方都看到了 就这两篇文章都看到了 他的优点 看他的去点 我觉得呢 最后形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当然取决于 也很重大因素 就是中国领导人 到底怎么应对这个问题 如果他应对问题方面 放软的身段下来 跟他去真的谈判 达到了特朗普所预见的这个效果 当然他就是成功的 如果没有大家都准备好 距离对抗的话 那很可能我们会往下看 到底最后的节目是什么 主持人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 就讨论到这里 我要感谢我们的史蒂生中心 东亚项目共同主任 中国项目主任孙韵 和法律学者 独立视频人于平博士 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 两位嘉宾呢 在我们的节目中发表的 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